各位好,現在要介紹一個非常簡單的過門 這個過門在很多的歌裡面都會用到 我直接先打一遍給大家看 這個是一拍的過門 所謂的一拍的過門就是在一個小節的節奏裡面 第四拍的時候我會做一個一拍 用一拍的時間來做過門 但什麼是過門呢? 在我之前的影片裡面有提到過 過門其實可以說是對於節奏 對於律動的一種結構 因為當音樂當中律動已經進行的非常的滑順 你的聽眾也非常的習慣沉浸在你的律動裡面的時候 透過過門去適度的破壞 或者是說結構這個律動 會讓人家有一種可以說驚喜 或者是意識到這個律動暫時的脫離了 把聽覺的慣性脫離這個律動之後 在一個短短的時間之後再重新進入這個律動 你也可以想像成這項是鼓手為音樂所下的一個標點符號 讓音樂有一種段落比較能夠分得比較清楚 層次分明的感覺 當然除此之外過門還有很多的用途 但最主要過門並不是要讓鼓手去展現自己的技巧 而是要讓歌曲更具有音樂性 那現在來說一下剛剛示範的這個過門 它其實是四連音省略了第二個音 在我其他的影片裡面也有介紹過 十六分音符的切分音變化 在這個手法裡我用的打擊方式是 右阿右左 當然你不一定要用這個手法來打 你也可以打成右右右或者是左左左或者是左右左 各式各樣的組合都有可能 但重點是在於你演奏的這三個發聲的時間點 是在於四連音的第一個時間點跟第三、第四個時間點 所以是B-M-B-B- 這個第二時間點被省略的時間量要非常的明確 有的時候打得比較急、比較趕的時候 可能會空的時間不夠久 聽起來會像是這樣子 這樣聽不出來有四連音省略第二個點的感覺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要練習一個非常明確的演奏的時間點 這個是練習的人可以注意的 再來是整組手法 雖然只有一拍的時間 但是在剛開始練習的鼓手 有可能會忽略一件事情就是 過度的聚焦在你的手要怎麼樣揮動 你的鼓棒要怎麼樣運作 但是卻忽略了這整個手法 是只用到一拍的時間量 你不能夠多用也不能夠少用 我現在來示範一次 如果使用了超過一拍的時間 打這個過門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有發現嗎 這個律動會被破壞掉 因為原本一個小節一個小節 是應該有一個固定的時間量 但是因為那一拍的過門 你用的時間如果比一拍多了一點點 聽起來就會有一點暈 聽音樂的人會覺得 不曉得這個鼓手在打什麼 會覺得他很猶豫 整個音樂的律動 慣性也會被破壞掉 我要注意這一點 再來是 如果我使用的這一拍的時間 太過倉促太短 那也會有另一種 比較沒那麼理想的情況會發生 這個情況其實在很多的鼓手身上都會出現 連我有時候在表演的時候 我也會這樣子 越打越趕 要注意的是 在處理的方式是 你要把心思放在時間流動的速度上面 而不是去過度的聚焦在你的手要怎麼運作 有的時候我們在操作一個過度太難的過門 我們在技巧上面並沒有完全的征服他 只是自以為 我打得出來了 可是並不是真正能夠非常放鬆的演奏他 以至於我們沒有辦法分出足夠的心思 來注意時間量的控制 那我們就會把這個手法越打越快 我示範一次喔 像是這樣子 那在初學者身上比較容易遇到這個情況 那比較有經驗的鼓手 可能遇到比較複雜的過門 才會出現類似的狀況 對應的方式我建議是這樣子 在演奏的時候 如果你要練習避免這種過門越打越快 你可以先hold住你的過門 不要打 試一次喔 像剛剛這個 剛剛這個手法 我把它控著不演奏 像是這樣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One Two Four One Two Four One Two Four Four 像這樣練習 慢慢的 控出穩定的時間量的時候 試著在這個時間量裡面 填入你要的 那你會發現 在思考上面 你的優先順序會是 時間量在前面 再來才是這個手法 那這樣你知道這個 Four之後 One 你已經預知那個 One出現的那個必然的時間點 要非常的明確 One Two Three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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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Four Four One Four 像是這樣子會稍微好一點 再來 我們講再更深入的一點 就是 關於音色 有了這個手法之後 有些鼓手已經可以開始在鼓組上面移位 你可以選擇在不同的鼓上面打這個 這個手法 右 右 左 如果你打在TOM TOM 打在落地鼓 你會發現這個手法都可以用 打在銅拔上面 嗨嗨上 都可以 但是每個器材的音色都不太一樣 它有它的特性 並不是只有一位就可以了 你要去考慮它的器材的音色的特性 去發揮 例如說這個手法 第一個音符等於是八分音符 因為第二個音符空著 你會覺得第一個音符的時間的量比較長 所以如果你打在TOM TOM上面的時候 你可以去感受到TOM TOM的這個Sustain 這個延長音比較多 然後後面兩個音再打在小鼓上面 有這樣子的感覺 聽起來會更音樂性一點 如果你先打在小鼓上面 也不是不行 那你會聽到的是 這個崩崩這兩個音會稍微的混濁一點 當然這也看你的鼓組的設定是什麼樣子 每個鼓組每個TOM TOM的調音方式都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一概而論 那我的概念 我的習慣是喜歡把第一個音符打在比較有延長音感覺的 例如說落地鼓 那也因為這樣子我會在TOM TOM或落地鼓上面 下比較重一點的力道 那小鼓就是適當就好了 如果我在小鼓上面下太大的力量 聽聽看這兩者 我先打一樣的力量 TOM TOM跟FLOW TOM跟SNARE是一樣的力量 現在我試試看 在FLOW TOM上面重一點 小鼓上面輕一點 TOM TOM 聽起來感覺會不太一樣 但我們沒有辦法去說哪一個是絕對正確的 畢竟音樂還是帶有部分主觀 但是你了解這個選擇之後 你在演奏的時候 你可以思考 你要做一個什麼樣子的音色處理 當然也可以反過來 先在小鼓 再TOM TOM 那那個手法可能性會很多 例如說 BAM BAP BAM 但在聽覺上 我想要有小鼓 然後TOM TOM 在落地鼓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你的鼓棒的運作 這樣的打法我覺得不是很順 因為兩隻手很容易打結 所以有可能會是 那你要去習慣一下你的打擊順序 你的Sticking會不太一樣 再來是指 這一套過門的用法 它的使用時機非常的廣泛 因為這個手法它非常的短 只有一拍 但是在更多時候 由於它落下的時間在第四拍 所以如果你打下去的第一個音在小鼓上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會跟原本 節奏常常打在第四拍的那下小鼓 是重疊的 所以聽起來它 有可能會像是一個半拍的過門 1 2 3 4 等於是像是第四拍的後半拍才有過門 所以說 這個很短的這種過門的效果 它對於律動的解構程度比較沒有那麼大 所以它很適合在一些非常流暢的樂句 非常流暢的音樂段落當中使用 對於整個音樂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 所以說它幾乎可以隨時的用進來 然後又有適度的裝飾效果 那可以去搭配音樂 搭配歌手或主旋律的中間呼吸的時候 適度的使用去切割這些比較短一點的樂句 至於比較長一點的樂句 我建議就用比較明確 攻擊性比較強或篇幅比較大一點的過門 會讓整個樂段有比較切割的比較明確的感覺 你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現在正在 我舉例 像正在有一首非常適合跳舞的 然後非常groovy的一首歌 像是這樣 你會覺得 從頭到尾都 律動都非常的連貫 那個延續性非常的好 但如果你用一個比較長的過門 你會發現 感覺就不太一樣 因為跟著跳舞的人 他聽到很長的過門的時候 會覺得 我的律動的感覺好像跟 鼓的節奏對不起來 示範一次 音樂 所以說過門的篇幅其實跟音樂的架構的理解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看到有時候有些鼓手如果在不適當的時候下了很長的長度的過門 對音樂的感覺來說其實還蠻煞風景的 但是如果在音樂的一些必要的段落 例如說很激烈的肩奏之後要重新接回主歌 需要把氣氛稍微壓下來一點的時候 這時候如果你的過門的明確度不夠 然後過門的長度太短也沒有辦法達到預期的效果 所以這是要大家看情況去搭配使用的 今天先講到這裡